哈喽大家好我是Summer 今天要给大家录的 大家录的这个 嗨大家好我是Summer 今天要给大家录的这个Vlog是我日常妆容的一个过程 不是教程是个过程 那我们先就一起开始 首先就是 首先就是粉底液 粉底液我用的一直都是这一款 阿玛尼的 Silk Foundation OK 其实我个人平时擦粉底液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用手 但是拍视频为了显得专业一点 我用刷子 但是用刷子的时候我感觉 就像在刷墙那样 接下来就是遮瑕 遮瑕我现在用的是NARS的这一款 这是我在巴塞罗娜的时候买的 还蛮好用的 然后就可以用手指 点在黑眼圈 这个位 我现在黑眼圈是很重的 因为这段时间一直没有休息好 这一款遮瑕膏我觉得它的遮瑕功能还OK 但是它比较润 在脸上不会就是起皮之类的 然后现在遮瑕就做完了 可以看一下 应该是比刚才气色好很多 这个痘痘还是没有遮瑕 嗯 然后最上面这个颜色就是画高光 中间应该是腮红吧 我们先来开始画鼻影咯 嗯 画鼻影的时候就 以眼窝开始 然后这样画一个C的形状 再从鼻子这边慢慢画下来 像 接着就是我们这个高光 高光我就会直接用手指 鼻子画好之后就是眉毛 然后眉毛我用的一直都是 这个Anastasia Anastasia的 嗯 双头的这个眉笔 然后你看这边已经被我用到 用到快眉了 真的很好用 然后眉毛我们就 嗯 沿着这个 沿着自己的眉形 然后轻轻的往上扫就好了 我一般是只画眉毛中间和眉尾 然后 给你们看 像这样 这样 然后再拿这头刷子 把这个颜色 轻轻的暈染到前面 这样轻轻带裹刷一下 过滤一下 均匀一点 我又做一些 化妆时候会做一些奇怪的表情 然后眉毛这样就画好咯 看 感变了眉毛就画好了 然后 那眉毛之后就到了 我觉得 嗯 一个妆容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眼睛 然后我用的一直都是 去年用到现在 一直都是这个 Anastasia的 Modern Renaissance 还挺好用的 它非常的显色 然后 哇好脏啊 然后 颜色也很漂亮 也很日常 然后我们就先用 我一般会先用 这个颜色 这 嗯 这个 这个颜色来做一个 打底 然后打底的时候就是眼窝这边 可以比较大部分这样扫 大幅度的扫一下 眼窝这边呢 然后 右边的眼睛也是 在眼窝上眼皮这边 大幅度的扫一下 做一个打底 然后 接下来我会用 它比较深的 这一个 应该是橘色吧 不是 下面这个颜色 来画 上眼皮 上眼皮的眼尾处 看 然后 这边的眼睛 然后 接下来我会用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然后我用它来画一下下眼皮的眼颜 就是这一张 轻轻的扫一下 可以看出来吗 这有一点张红色的 然后最后一步呢 我的刹子呢 我的高光刹呢 最后一步呢 我们可以用手 刹子找不到了 然后用一个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已经被我用到 快要用完了 拿手轻轻的沾一点 然后来做这个高光 眼皮 上眼皮的中间部分 就这里 然后眼影画了之后呢 我就会开始画眼线 眼线我用的这支眼线笔 是在文铃良品买的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防水效果还挺好的 然后这是我在国内的时候买的 然后眼影就画好咯 漂亮 你只有这支眼线笔 有点 什么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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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眼影就画好咯 眼影画好之后接下来就是加睫毛 睫毛夹我用的也是从明朗平买的 这个便携式的睫毛夹 非常的方便 而且很好 很方便可以装进包包里 然后加了睫毛 加睫毛的时候我会从下这样子 然后手往上移动 把睫毛的根部也夹到 接着就是刷睫毛 睫毛膏我用的是兰蔻的这一款 它应该是纤细的 就是会加长但是不会很浓密 然后这一款应该也是防水的 效果还不错 我们先试一下看看 然后睫毛这样子睫毛就画好咯 然后最后我会用眼妆地方 我会用这一盒 这是colourpop的yes please 然后会用这一款金色 在中间再加一点点高光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吗 加在了眼睛的这个部位 然后右边也是一样的 会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好像并没有 然后阴影的话我用的是 这一盒 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怎么念 但是它色号是medium 是中色 中号中号medium中色 我在讲什么 然后它打开之后是这样子 刷子轻轻转 然后可以先在手腕上拍打一下 然后可以先在手腕上拍打一下 这样子可以增加脸的 嗯 让轮廓显的更明显一些吧 现在脸上的阴影部分就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腮红 腮红我用的一直都是基凡西的这一款 四格的 四公格的 这个颜色 然后腮红的话就 很简单 站匀 然后打在 颧骨这里 好 这个颜色我还蛮喜欢的 比较 比较怎么说呢 看起来比较活泼一点吧 在红打完了之后就到了高光 高光我最近也是用的是这个 Findy Beauty的 Diamond Bomb 是我在巴萨罗娜的时候买的 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用 极力推荐 打开之后也很漂亮 就这样子 就用手指沾一下 然后把它涂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的高光就涂好了 看一下 其实还是很明显的 这个 这款高光在太阳下面真的会非常非常的闪 我非常的喜欢 然后再下来就是 先涂个润唇膏 然后我们来涂口服 建议早上我的嗓子都很沙哑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可能早上起来还没有喝很多水 咖啡 然后我最近在用的一个口红我还蛮喜欢的 唇彩吧 这算是 唇釉 是这个阿玛尼的黑管 然后它是400 我看到小红书上大家一直都在说405很好看405很好看 然后但是每次我在Sephora 不管是在机场或者是在实体店里面 我从来都没有找到它这个405 因为每次都是断裹 然后那天在巴塞罗那的时候 我们从机场回来之前 我顺便逛了一下 然后突然之间发现 诶400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废话有点多 我们先涂上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颜色挺适合我的 这就是阿玛尼的黑管400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就是红色系 但它是又有一点眉红在里面 所以又不是那种很正的大红色 但这颜色我觉得适合 就是冬天往春天过渡的这个时候 这样又不会像大红那样那么的沉重 然后又有一点眉红 有点迎接春天的感觉 At least that's how I feel 然后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就是定妆 定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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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完妆我就可以出门吃早餐啦 我要去85度C买我最喜欢吃的香芋面包 不好意思这个定妆粉也是阿玛尼的 好你就尽心地打在脸上就好 迫不及待的化合妆去吃早餐 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应该晚上回来就会把这个视频剪出来发给大家看 我觉得差不多这个妆容到这里就完成啦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妆容的话 希望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然后给我点赞 然后告诉我你们还想再看什么内容 这个妆容就是我平时上学的时候会画的一个比较日常妆容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出门拍照的时候画的比较夸张的妆容 这次我没有化是因为我觉得 对大部分人来说 还是像这种比较日常妆容更实用一点 然后你们有什么化妆的小诀窍啊什么的 也欢迎在我视频下面留言 之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教程 就是因为我并不是什么 专业的美妆博主 然后我化妆的手法有的也很不专业 然后也有点奇怪 但是还是很希望大家会喜欢这视频 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意见咯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然后Happy Valentine's Day Bye我们下次见咯 我要去吃早餐啦 Bye